兄弟们,今天厉害了啊,带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和饭界的天花板,8块钱,15个菜,随便吃,最牛的啊,还有蛋炒饭也随便吃,这个什么概念啊,现在在外面买个蛋炒饭,不得8块,都买不到是吧,我们美女美女,来来来来,15个菜,15个菜,随便吃,蛋炒饭也随便吃,8块钱,美女真漂亮,8块钱, 哇,我还是有点震惊啊,这个价格在现在讲,难以让人相信,我们再确认一下,8块钱蛋炒饭是不是随便吃,八哥,这个8块钱蛋炒饭确认是随便吃吗,确认啊,现炒的蛋炒饭,就是随便吃的啊,就是随便吃的啊,这个太实惠了啊,漂亮, 怎么样,咱俩点葱花,15个菜是吧,对 立立方平 快餐蛋炒饭,就用你们这个8块钱值不值,崩池大商务,工程车,面包车,电瓶车,三轮车,这个是干汽修的,还有过路的这种大货车 是什么让这些各行各业的兄弟们做到了一起,就是,美味与实惠啊 大姐这个蛋炒饭和饭好吃吗,好吃,好吃啊,经常来吗,经常来,你们就在旁边做工啊,就在旁边工地上,做老板生意完成哈,师傅他们家实惠吧,就是实惠,品种这个味道最好,价格又便宜,价格又便宜,价格又便宜, 看着,又来一个菜,洋葱白菜肉丝,来看一下,15个菜,第一个,这是豆芽,烧蘑菇,青豆烧肉,豆角, 然后这个是洋葱包菜 也有肉丝啊 土豆丝 萝卜 再看一下 西红柿 炒鸡蛋 酒黄 海带 这是炸酱 这个我说房间怎么有臭味 这是臭豆腐 这个菜啊 又臭又香 还有几个小咸菜 糖蒜 腌韭菜 泡菜 酱黄瓜 正好15个菜啊 菜没有了就添 毛豆 烧肉丁 美女这个鱼也免费啊 荤菜免费我们就要快死了 荤菜都是另外自家的 鱼多少钱一条 鱼七块 这个四十三块 像这样的红肉肉是十块 牛肉是十五一份 这个猪排 猪排是七块 七块 对 大姐你觉得你们老板赚钱吗 赚赚赚不多 薄利多销是吧 薄利多销 来 我们高点 第一个菜 臭豆腐 哎呀 这个是 真臭 真臭 温起来臭 吃起来香 这个是炸酱 它这个也算至高特色 炸酱 超级下饭 西红柿炒鸡蛋 这个店其实我来过 我在早上五六点来吃过淡炒饭 正高那边淡炒饭非常非常出名 我是没想到啊 他们中午还搞快三 搞快三也就罢了 他还把淡炒饭随便吃给加进去了 这个真的是让人震惊的无价 萝卜 哪样少搞一点点啊 豆芽 腌韭菜 绝对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啊 超级香 漂亮 八块钱 蛋炒饭随便吃 这三个 八块 十五个菜 随便挑 我挑的有点多啊 这是素汤 西红柿海带汤 还有蛋花还不少啊 李正常讲啊 也是随便喝 蛋炒饭随便吃 八块这个物价怎么赚钱 是不是啊 这个好歹也是 新一线 就合肥也算新一线啊 虽然是郊渠 但是这个放哪都 都怎么想 怎么敢想啊 来先跑点蛋炒饭 这一口汤 哎呀 舒服 舒服 这个店如果在我们家楼下啊 我不说吃个两年吧 我起码吃个三年 一点韭菜 这个菜 唯一一点不好就是塞牙 太完美了 这个不仅是漂亮的形容的啊 这个要给一百个漂亮 你们觉得啊 这三年后卖八块赚钱吧 好像给我我不干 一个好吃的蛋炒饭 就是这种好米 它会煮啊 煮的这种米偏硬一点点 加个鸡蛋加点葱花 绝对香 没有任何凯克斯科技啊 这个 鞋太素了 加了一份红烧肉 这个是十块 该让人赚钱还得赚钱是吧 我估计是老板啊 他这个就这三年套不赚钱 他卖点鱼啊 卖点别的牛肉啊 这些啊 哇 到顶了 又到顶了 红烧肉 盖饭 超级奶 这地方啊 叫浙糟症 就一个木头 加一个石 我们老家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证 叫浙汪症 他这个算一个交通要道 来往的大车特别拖 然后一条街 全是卖蛋炒饭的啊 这边浙糕的早点也非常出名 哇 红烧肉 顶的头都要顶昏了啊 十块钱 十块钱 好像五六块吧 这个算不算贵 也不算贵啊 真的 反正 这个生意给我 我是搞不来啊 提早摊费的卖这么便宜的 只能是玻璃多销啊 发自内心的 给老板顶蛋 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 好